大家好,我是张家畅,是河北衡水中学高二最好学生 我坚信科学是美的,是令人着迷的,也是纯粹和灿烂的 而生活是我探索科学的侵入口 拉巴算是北方人民在东西的最爱 对此,我展开了别开生命的探索 首先,设置几组不同浓度的石醋实验组 再以清水作为对照,控制阳光温度等变量 大蒜经过十天的修炼之后,变呈现出深浅不同的绿色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 我知道了,大蒜细胞中的生物火星物质 硫带脂肪族半光氨酸亚风和硫带饼吸机半光氨酸亚风等含流化合物 在蒜维的作用下,生成硫带鸭黄酸纸 饼吸机硫带鸭黄酸纸,吸饼机硫带鸭黄酸纸 作为大蒜色素的前提,进一步发生大蒜绿变 幻想绝取真空能的颗粒 改变人类几何认识的黎曼 及人类智库之大成的爱因斯坦 都是我的偶像和榜样 科学的繁星点燃了人类的天空 是万古之黑夜焕发奇异之光 无人爱科学的学生不是好功名 我始终坚持以真我之心全心拥抱科学 我是张家畅,我爱科学